到1996年为止,NBA出过19位常规赛MVP,其中18位进了NBA50大,唯一遗失的是鲍博麦卡杜,1974-75G常规赛MVP,事变,他还是1973-76连续三年得分王。 他那座常规赛MVP,却是实质名规,场均34.5分,14.1篮板,2.2助攻,2.1封改,他压倒了考文斯,亥耶斯,里克巴里,天沟,阿琪巴尔德,哈夫利切克,杨赛德,弗雷德,门罗,易水,NBA50大,又5年后,他29岁,成了底特律或塞的替补, 从当年直到1986年退役,他只打过一场首发,1970年代的MVP,到1980年代变替补,天上人间,麦卡杜是个超前于时代的常人。 在他之前,大哥子们还在篮下拼分,偶尔出禁区转转兼职,例如张伯伦的底线擦板,威利斯里德的45度脚跳投。 1960年代时,鲍博佩蒂喜欢下两亿禁区性腰位中投,但射程依然不长,麦卡杜是个另类,他有206公分的山高,顶尖运动能力,一身野兽体格,外加一手美女肌肤翻丝滑的跳投。 中投,速度,轩哥,镜框手感一结合,他摆脱了传统内线张手要求的束缚,成为史上最早溜达的外来面框进攻的中锋。 在他之后20年,海军上架靠中投加面框,是他不横扫天下,博士上着底线跳投和投篮甲动作连突破都能全明星,何况他在1970年代,他就像是个提前30年出现了的斯塔德迈尔,至少在1975年,比尔拉塞尔总结,麦卡杜就是这时代最好的得分手。 但是,1970年代,麦卡杜的人生关键词,特分王家MVP加一轮游,他有两枚戒指,是在胡人当替捕换到的。 他快速,能跳投,才华横溢,适合帕特莱利的趣味,但老眼上不了首发,1982-83G,他做替捕场军15分5来版,可莱利还是让场军7分的蓝比斯, 先前森林郎主帅打首发打前锋,欲知他的悲剧核心,只是看1976年东部季后赛。 那年夏天,麦卡杜职业生涯仅有的一次,带着布法罗勇者对杀过首轮,四轮对着凯尔特人。 那个系列赛,才华锦绣的麦卡杜,VS型的蓝领代夫考文斯,每场比赛开始,麦卡杜总在他喜爱的进去左侧要位, 然后再比他矮,比他瘦,比他慢得考文斯头顶翘头,考文斯只是等着他那双吸血和眼睛,用肘,吸,前臂,手掌持续的扛麦卡杜,到第一集中断,麦卡杜的药卫发霉,会远到进去万一米,而到了第四节,麦卡杜就会跑得三分些距离去拿球了。 简单来说,靠文斯所做的,防守,碰撞,对抗,麦卡杜都不喜欢,如是,他的比赛和他的职业生涯一样,浪漫开始,健身软弱,最后消沉。 本来,面框跳投的大个子都会经历这种命运,早要配地,晚到大卫罗宾逊,都是在常规赛随,心所欲凉春白雪,到季后再遭遇雪肉亨飞,德伯沙就受了拘束,但上下至少肯放手。 德克在生涯后是练出了强硬卫生,每个常人都自有办法,可是麦卡杜的打靶,却是遇到了抵抗变变软,他没有罗宾逊的防守投入度和德克的大心脏,因此,他最好的团队战绩,都是在胡人打剃图获得,似乎那才是他适合的角色。 他的人生,就像把地道了的反面励志教材,除了天赋之外,篮球还依赖许多股,血和灵魂的东西,或者直白一点,内线不能忘了自己的本色,在优雅的投篮之前,得尽量硬一点,狠一点,多把屁股多往篮下去呀。 如果为了这一点,让是你MVP家得分,王家超前于时代的技巧,依然会在通向伟大的路上,半途而非。